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线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第一位 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 及欢迎人 郑曹芳先生 傅大哥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曹芳 好 我们透过曹芳兄 也要请到三位接触的客家指定 第一位 富儿市空间执行长 庄凯勇先生 中兴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山北岳的凯勇 餐厅负责人 吴玉成先生 中兴哥好 你好 我是玉成 第三位 免费商店创办人 徐建志先生 中兴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我今天邀请都是 透过曹芳兄他本人也是 非常杰出的一个客家 一个民谣 一个创作者 演奏者 他当然已经有所成就 但是我希望邀请三位 来自客家庄的子弟 他们都有成功的经验 大家来分享成功的经验 我特别提许我们的三五四旦 二十到三十五岁 很多青创楷模怎么突破 前东西我把这一两天 重大新闻跟大家分享 一是好莱坞大影星 这是汤姆汉克 在几天前接受 《华盛顿邮报》的专访 因为美国好莱坞集中把 五角大厦文件 政治跟媒体的互动关系 他即将演这个Bradley 这个华尤的那位会上民的记者 他在一篇专访说 今天的第四权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完全同意 汤姆克特别说两点 一 媒体绝对不要忘记希望 二 媒体要提供正确的信息 我们以此致免 同时蔡总统从年中到年初 这几天整个周末 他提出都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也乐见蔡总统跟我们一样 同步来注意青创问题 低心问题 这蔡总统提出的五大方法 他说 不改善 对不起年轻人 这一次我每次在这节目 都说谈这问题 我一定带着愧疚之心 终结青年低薪 小鹰五件齐花 昨天蔡总统特别 也期许企业界加薪 政府给奖励 当然 今天开始上路了 基本工资 调涨月薪 两万二 到底是好爱坏 等一下请他们来评论 同时我们的 高学历问题 点滞了 削弱国家竞争力 这个既旨教育问题 我们会探讨 导致南韩给我们台湾 非常大的压力 人均所得三万元 南韩提前达标 台湾比南韩 差五千美元 同时给民调 我期许我们各政党的人士 请注意了 厌倦政党斗争 选民更重政见 我这节目特别强调 青年创业的低薪 少子化高房价 这个政见 我们希望各政党 能够一起来探讨 这个民调 当然 仅供参考 但蔡总统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是来自游英龙先生 他未必对民进党 有敌意的 至少是友善的 为什么蔡总统民调到35 同时 这个民调当然也耐能循内 为什么几乎 媒体炮轰四五个月 有些节目几乎以打他为乐 乐此不疲 为什么柯文哲市长 人气的超越总统跟院长 是不是绿色执政危机 我们不要扩大解读 但是里面一定是跟 20到35岁 之间年轻人 图示到这个民调 这个曹芳 我知道上礼拜我遇到令尊 这个前县长 郑永金前县长 他期许你要选 党内出选县长 什么报复 请 我想在新时代的现在 我们新时代 的确有更多的义务 还有责任 一起来从事公共的参与 那么新时代 有很多的问题 由新时代的思维来解决 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那曹芳一直是以 人文关怀为基底 来去做不管是政策 或者是政治的工作 方方面面 我想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看台湾 看新竹 看客家 应该会有不同的思维 第一次有节目来宾 而且是男士 带香水来 这是你研发的吗 还是什么 是 来 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民进党特条 民进党特条 在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曾经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跟小民商号合作了 蔡英文特条的香水 那么推出之后 有很多的朋友说 哇 原来政治也有新美学的可能 所以在这次呢 我们特别 也做了这个 民进党特条的香水 希望用政治新美学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 政治是可以更真 更善 更美的 而且 里面也说明了一些意念 对 有一部法国电影 就叫香水 Profume 有没有记得 用香水来影射政治人物 怎么透过香水 怎么操纵民意 来得到权利 最后又高高去 重重帅下 我觉得那个香水的比喻 是非常好的 有个电影 事实上今天 郑曹光先生 比我更有资格坐在这里 他得到第四七届金钟奖 入围广播金钟奖的 非流行音乐节目奖 跟非流行音乐的 节目主持人奖 恭喜你 原来你在这个流行音乐 很大成就 分享好吗 好 我想在我从小的时候 就非常的喜欢音乐 那尤其呢 特别喜欢客家的元素 所以我从出社会之后 第一张独立制作的专辑 就以客家为基底 那么后来呢 我也发现我自己有 调香的一个 算是小小的兴趣 但是感觉好像也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能力 然后就调出了 全世界第一支的客家香水 那么再后来呢 进入了广播界工作 第一个节目还是一样 以客家文化 客家音乐 来为客家发声 那么主持了广播的客家音乐节目 而且自己主持了四个月 然后懵懵懂懂的 然后公司跟我说要报名 金钟奖 那我也傻傻的就去参加 那么第一个节目有入围 入围了两项 那么也得到了节目奖 我自己也觉得很压抑 所以我觉得我们客家文化 非常的美 如果很努力 然后注入新思维 然后以新世代的想法 去创造之后 我觉得开出来的客家之美 真的很有竞争力 而且可以勇士流传 很美的 非常好 主要是两个礼拜以前 我去拜访新竹市长 林志坚市长 然后我没有去拜访 柯建民总招的时候 刚好曹光兄的令尊 郑永金县长在座 他说我的儿子要参选 县长 说钟英兄 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请他来上节目 就是来谈 来分享 来分享 等一下我们来谈 有一次我说 我当然希望分享你的一些 创作的一些心路历程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替台山县 浪漫县的年轻人 打开出路 打开低薪的模作 我们其中也为 专凯永先生是 护河市空间执行长 来 愿文吉祥请 是 我们大山北约是在 新竹县的恒山乡 有一座山叫做大山贝 大部分的人都会叫它 大贝山 因为李安的断贝山 太有名了 所以我们叫它 大山贝 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名字 我猜一下 是不是刘欣欣漫画里面的 大山贝 阿山哥 大神婆的故乡 大神婆阿山哥的 真的这个地方 刘欣欣老师的故乡 大山贝这个名字 我们把贝拆开来 就变成北跟月 所以我们就变大山北月 在这个地方 有一座小学 日据时代就留下来 但是因为30年前 学生太少 所以就没有学成 这个学校就空荡荡在那个地方 我们大概在三年多之前 进到那里 把它重新活化 把它给重新改造 现在变成是一个 复合式的空间 有餐厅 有露营 有活动 有很多的策展的举办 就是我们希望 把在地的小农的元素 还有在地的 在地的居民 学子的一些 艺术文化的氛围 把它一起带进来 这个空间 来 怎么表达 有美食 还有很多创意 然后旅游业有关 来做个例子 怎么吸引这个 美食专家来 包括这个 人文专家 一起来分享 请 新竹其实有 非常多的美食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新竹有非常多的景观餐厅 但是我们觉得 非常有趣 竟然在台湾的景观餐厅 新竹的景观餐厅 都在卖意大利面 都在卖美国牛排 都在卖国外来的东西 但其实新竹 有非常多的好东西 像新竹台山县 经过关西 恒山 竹东 北埔 峨梅 这五个乡镇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套餐 是走过新竹台山县的 我们用峨梅的东方美人茶 恒山的窑烤面包 关西的仙草冷面 竹东的麻糬 北埔的泪茶 这样去把新竹台山县 给串联在一起 我们希望让大家 能够知道 新竹原来不是只有 米粉跟贡丸汤 新竹是有这么多的 在地食材 新竹也不是只有 六福春跟小人果 新竹是有这么多的 在地乡镇 值得去花时间 用心探索 这是我们在努力 创造的一个美好结合 好 当然 蔡总能说了 我很乐见 其实这整个 从去年底到今年上班日 最引起我 关注的新闻就是这里 终结年轻人低薪 菜提五方法 现在不开始 对不起这个世代 以及未来几个世代 年轻人 蔡总统 年纪 我比她大一两岁 年纪相当 蔡总统 你这个做法对的 而且说 这将是2018年 民进党行政诉求的 最重要主轴 蔡总统 做就是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 三位客家指引 其实曹黄也是 我很坦率讲 因为我们的制作单位 都非常要求严格 要求语团者 准备资料 这个曹黄兄所准备的 是我所经历的 最认真准备的其中之一 就是homework 就是家庭做好 让我能够先准备 这边看出来 如果曹黄兄以这个态度 来面对各种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未来来宾 能够用这种态度 我们都是非常严肃 非常认真的准备 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 另一位是吴玉成先生 餐厅负责人 请问你的餐厅什么特色 我们的餐厅 在以前 一般人听到 来到我们新竹县 想到的客家餐厅 大概就是比较传统 比较旧的 红砖型的瓦屋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 到创业前 也在餐厅经历了 大概十几年 那之前都在台北 高雄都待过了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间 比较现代化的客家餐厅 就新奇的我回 新竹县自己的家乡 开一间 可以把传统的客家美食 跟现代化的经营 做一个融合 兼具传统美食 与现代化的餐厅 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新竹 也没有这么多的 现代化的客家餐厅 所以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客家餐厅 都是以40岁到60岁的 课程为主 而失去了年轻人的认同 我也想说应该是 自己就在想这个问题 想的时候发现 其实并不是我们客家菜不好吃 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我们在硬体的部分 跟环境氛围的营造 输了太多太多现代的 比如说瓦城 那些连锁餐厅 那我想说 如果我们今天客家餐厅 要打破这个困境的话 是不是由我来开始做起 我把传统跟现代做一个结合 这是我对客家美食最大的 郁城你有带资料图片 来 用实际的现身说法 好 没有问题 这个是传统的 在未改建之前的餐厅 在经过我们改建后 叫现代化的餐厅 营造一个非常素雅的用餐环境 进了去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族群的认同 来 也可以一起来品尝 我们的客家美食 为什么这个 你再把两个对照 为什么我们年轻人 就是前后的一个传统 变现代他马上吸引他 一定有一个诉求是什么 来 建议把两个照片做分析好吗 你先从传统分析一下 传统 以前旧的我们的客家餐厅 给那刻板印象就是 比较暗暗的 不够明亮 不够明亮 来 你再看一下现在的餐厅 改建后的餐厅 是不是明亮了许多 明亮了许多 营造出一个非常素雅的环境 那对哪个消费族群 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我想是这个是在 20岁到30岁之前都会 到40岁之前的客人 都会很想要来这种餐厅用餐 为什么 菜色可能还是一样 菜色也会调整 为什么 对 因为以前这种 比较传统一点的客家餐厅 大概就是40岁到60岁 以家族聚餐为主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现代化的餐厅 你还是要以商业课程为主 都不能全部都单靠一些 传统的家庭课 还是要吸引年轻的课程 对 这是我主要我想做的 我昨天邀请曾道雄教授来谈 他特别带一个国际知名的舞台设计者 你再好的歌剧 如果没有舞台的设计者 舞台那个搭建 坦白讲可能就是 不能呈现那个主题 你要补充吗 对 我补充一下 其实玉成他带来一个很棒的思维 这个思维是 客家文化不管是美食 还是其他的艺术的 他必须要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新世代的一个想法要进来 还有西方的思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玉成他现在在过去的时候 他没有改造这个传统的餐厅的时候 坐在这边的客人 大概都是在地的居民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熟客 可是他改造之后 放入了西方的思维之后 他的摆盘 还有他年轻的味蕾也改变之后 进来的客人年轻化之外 还有非常多西方的商务客 因为他们可能是在地的厂商 科技场因为我们那边临近科学院区 觉得到这里吃道地的客家菜 而且上得了台面之外 把客家的 在过去可能大家因为劳动空间很油 很咸 但是客家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很香 像是玉成呢 我们讨论之后 他就把油和咸去掉了 他留下的是什么 客家的香味 也就是因为这个客家香味 结合了他的这个 不管是建筑美学 或者是西方的思维 红到国外你知道吗 就附近五星级的餐厅 五星级饭店的这个外国客 这个柜台会打电话到他们的餐厅待定 你知道也有一点心情有点复杂 自己有这么多餐厅 怎么会要到这个小吴的餐厅去用餐 非常非常成功 他把客家菜精致化 甚至有可能我们以后在百货公司里面 就可以看到非常精致的客家上菜 好 不要忘了 曹光雄也是民进党发言人 我觉得你的前四会 因为我们三位 其他三位年轻人 这基本上比较素朴 客家实力比较客气一点 那我我岛杰来做补充会上好 第四位是徐建志先生 你是免费商店创办的 是哪一种免费商店呢 来请 愿文吉祥请 是 那免费商店其实 简单说就是里面的东西都免费 对 那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 大家家里面用不到的东西 像我们每个人家里面 不管你收入程度 生活品质高低 一定都会有放着 但是用不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号召大家把这些东西 放到店里面 然后需要的人 就把这些东西拿走 那你用不到 就把东西留下来 让物资可以去做一个流通 哦 我懂了 那以物易物一个空间嘛 那你可以营运吗 营运有所得吗 你本身提供过 那你没有利润 有没有利润 怎么来做营运的资金呢 是 那像 其实我本身是有在做一些设计的案子 对 所以这个空间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营运的 对 那除了说 免费商店这一部分 它其实还有做共食 那我们共食部分是用 在地小农生产过剩的食材 还有在地很多露营区 露营客剩下的食材 然后重新把它料理 变成剩食的剩食料理 分享给在地的居民跟游客 那对居民的话 部分是不用钱 那对游客部分是他可以选择他要付多少钱 随便他 对 这是社会企业一种吗 对 我可以这样问吗 说类似社会企业 是 对 你一定有一套论述 是 建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理念回乡的青年 他并不是以商业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背后要怎么样营运 就必须要有商业的方式去支撑 我们也特别连结了小屋 所以未来小屋的餐厅 因为他们会做社会的共食日 某种程度叫做轻营的合作计划 什么是轻营合作 轻是青年 营是营法 所以他们在做一个社区的总体营造 然后集结了社会的资源 像小屋的餐厅的厨师 就可能在共食日的那一天 去担任主厨 他们想要唤起一些理念和想法 就透过返乡的建制 他集结了很多返乡的年轻人 来做这一个自己的打造自己 新故乡的一个概念 创办了额媒360 有很多的年轻人 而且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年轻 都比我还要年轻 都是20出头 甚至还有十几岁的 他们都很有想法 每次我只要邀请到青创业者来 我跟我们现场的导播都一样 导播每次完就跟我说 钟英雄 我觉得我上了一课 我今天也上了一课 坦白讲 三位所呈现出来都是我 为过去经验 我们到客家美食一定传统油烟 挤压 对对对 好吃 然后有点觉得负担大 那这共食日 这个免费空间真是 坦白讲 我闻所未闻 应该是社会企业一种 那我还是向观众朋友说 你看 曹芳 因为他是 发言人又是广播主持人 他比较口条没有 那其他三位 其实你看出来 他们基本上是客家职地 比较害羞 或者比较客气 比较客气 但是我想我们了解他意思 好回到这里 刚才曹芳说 你要把客家的文化 人文景观 各种创意 包括年轻人 我蛮好 你刚才特别说 只有20多岁的人来创业 这个经验非常民主正规 能不能把这个模式 这个经验模式 透过这三位 已经成功的 来做一个综合性的分享性 好 我想在过去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主委 已经对于浪漫台三线的 足轴 硬体的建设 都已经介绍得 非常的详尽了 那么曹芳在今天 就为大家来说一下 浪漫台三线 它还有什么的 什么样的可能性 它可能是一个品牌 也可能是一个通路 如果我们把客家的 在地经济分为客家文化 还有客家产业 那么浪漫台三线 它是什么 它就是客家的文化产业化 或者是客家产业的 文化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过程 浪漫台三线 可能是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 我担任发言人之后 我变得有一项功能 就是在做一个转换 怎么说可能有时候 我们对于一些政策 太过于复杂 太过于艰难 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但是我们要去转换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大家可能就比较理解 我在说什么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日本 或者是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会喝一种汤 叫做味噌汤 对不对 味噌汐露 对 那到日本的时候 到韩国的时候 有泡菜 然后我们回到 买一些伴手礼 回到台湾的时候 可能会喝他们的柚子茶 那台湾呢 台湾的客家呢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 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什么 就特别做了这个极茶 这个极子酱 在过去劳动空间的时候 因为有剩下 跟建制一样 我们客家人真的都很节省 爱物极物 都会留下 这个过多 生产过剩的极子 那这个极子 客家人舍不得丢 今天喜悟 就产生了这个极酱 就把它做成酱留下来 对不对 那在过去传统极酱 我们只能够沾白斩极 到客家庄 大家点一份白斩极 沾这个极酱 钟庆大哥应该有吃过 对不对 其实 只有这个用处而已 我们就左思右想说 这个极酱有没有可能 跟韩国的青柚酱一样 所以我们就拿来调配 跟一些食材再过调配 它就调成一个 很现代的一个口感 它可以拿来怎么用呢 我们用西方的思维来想 它可以直接沾面包 所以外国人会不会买单 会 可以直接吃 它还可以拿来什么 做成沙拉 我们都用西方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 年轻的味蕾 拿来炒面 极酱的 我们吃过青酱意大利面 我们可以来客家的一个 清酱的意大利炒面 也很好 所以这个极酱 在未来我们就把它 想要放在哪里 国际机场 来做贩售 它就是叫做浪漫台三线 所以浪漫台三线除了可以将客家的产业文化化之外 也可以将客家的产业文化化 就是他们两个是互相的 既有的产业我们文创它 很多懂文化的人 他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产业 我们如何把它变成一个产业 我想这就是浪漫台三线很重要的价值 当我看到报纸 在年终记者会蔡总统提出 就是这个新闻 终结年轻人低薪 蔡总统提出五方法以后 我看这个新闻其实我是很高兴的 因为过去四个月 我几乎每个礼拜 至少一到两次 邀请透过立委跟县市议员 邀请在地的人来谈清创 我无从判断到底蔡总统有没有看 但是我特别我也想了解 我打给总统某一个幕僚 的确有在看 至少是幕僚在看 那很好啊 我也希望这个幕僚 继续把我们所传之间 您心里想法 这是最直接的 蔡总统公忙 未必能够完全聊 但是如果他们所呈现的 这些观念理念 我觉得总统或幕僚 如果你认真做笔记 落实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办法 我最喜欢就是 我们来宾的时候来 他有所备而来 我一定非常尊敬 我常说欲强则弱 如果对方有准备 我就很弱了 如果对方没准备 我就很辛苦 第二位这个 庄安开勇先生 他是有备而来 他自己也做笔记 这里是叫做 微型企业 大三北越餐厅 会校策展 浦新生 这是 庄安开勇 吴一静 这位美女是谁 我们女朋友 女朋友 好 所以就是你们一起 开设的 大三北越 富二餐厅 你们会校 是把怎么样的学校 是学校把它转型 是不是 来 把这故事跟大家分享 好吗 微型创业 请 我刚刚有提到 刘欣卿老师 他的母校叫做 丰香国小 在大三倍 这座山上 但是因为30年前 因为学生实在太少了 从以前最多300多个学生 到最后只剩8个学生 没有学生了 所以这个学校就关起来了 后来就闲置在那个地方 乱七八糟的 所以后来我们大概在 三年之前 把它重新整理 把它重新活化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 有趣的事情 像刚刚曹芳有介绍到 客家的吉匠 那我们也有这么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其实像是我们的这个礼盒 它非常有趣 它是有十种橘子 结合在这个礼盒里面 一般在市面上 我们买橘子 只吃得到筒肝 碰肝 茂骨肝 但是我发现 我们大三倍这些橘龙 非常厉害 非常认真 他们竟然有美女肝 艳阳肝 帝王肝 三宝肝 蜜佑肝 阿婆肝 印尼肝 总统肝 天王肝 十几种不一样的橘子 大小 颜色 口感 风味都不一样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 所以我们就找了 九种大大小小 不一样的橘子 再加上一罐 客家人常吃的橘子酱 改良过后的橘子果酱 它可以像刚刚曹芳讲的 可以沾面包 可以做沙拉 可以直接冲泡 变成饮料 凑成十种橘子 变成一个礼盒 搭配手工的竹篮 叫做十分橘利 我们希望透过团结力量 去把这些好的东西 给串联在一起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跟这些果农买东西 不是透过沙价 不是透过大盘商那种 压低成本的方法 而是透过品牌 透过创意的方法 去把它的价值 把它给创造出来 对啊 这就是我们过年 再推出的一个礼盒 年轻朋友 你与其怨天尤人 怨叹 万坦说 地心两万里 两万八 三万开四 万坦 搞不好像他们一样 他们就回向创业 他们都是成功的案例 我觉得看看 一念之间 看法改变 世界观就改变 你要消极 要积极 要躺着怨天尤人 或积极进取 宁愿挫败 一念之间 第三位的吴玉成先生 他 我觉得还是 他蛮素朴的 不是很流利的表达 但是我想你 把你成功 你说你回乡 你本来在哪里 你说你 跑了十几年 是不是 不是 到处跑 是在业界的历练 在高雄台北 念书 然后一直在那边工作 对 那是在 工作的期间 会想到说 我们客家餐厅 不是那么普及 要在大的城市 也看不到 那也 当然也会想起 自己家乡的味道 所以才会想说 那我就兴起 自己回家乡 创业的念头 对 这个是我最主要的 想法 那 只是想说 当时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那我就要做了一个 不一样的客家餐厅 做一个 打破客家传统 印象的餐厅 我想要做的一个就是 可以跟现代结合的餐厅 破除一般人 对客家餐厅的印象 主要是这样 那实质 你刚刚除了硬体以外 那在菜色 在柔杏 在我们说软体 菜的表现 你一定有所创新 能不能分享 菜的部分 因为一般人对客家菜 就会觉得 又油又咸 但是很香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调整一下 不要那么油 不要那么咸 然后再加上盘式 把它精致化 让人家来到这边用菜 原来客家菜也可以做得这么棒 对 不要是永远是整盘黑黑油油的 你知道吗 一般人看了就会怕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年轻人如果二三十岁的人 他可能要带个女朋友去吃饭 看到这个 哇 他可能也吃不下去 把点菜色 你有带照片 来 直接让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几个主要的招牌菜 然后有 像这一张照片 它是有结合我们客家吉酱 叫吉酱吉丁 对 然后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也可以融合我们在地的食材 当然我照片准备的没有很多 那也有结合所谓我们关西的仙草 做的仙草炖鸡汤 这个也是我们蛮有名的一道菜 只是我刚好没有准备到 对 我曾经到客家壮去一家餐厅 真的很好吃 我说你们最好吃是什么 他说东坡肉 是的 东坡肉 我看人家是不是东坡肉 对 我们的控肉 招牌控肉 对 这个在我们餐厅也是 大家来一定要点的东西 因为我认识的是一位 饮食人类学家 一位非常美的饮食人类学家 他研究整个泛太平洋饮食人类学家 他说事实上他后来 发觉到在客家庄所吃的东坡肉 比江浙菜的东坡肉还好吃 你同意吗 他自己很客观讲的 他带我去的时候这样说 为什么 江浙菜它可能有带一点甜 我们的客家的控肉 它不带甜 对 它不带甜 它是纯酱油去控 我现在听你讲就狮子大动 那上面应该是客家小草吧 最顶型的是不是 对 对 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小菜 但是有没有把它转变 我没有 我这个 这一道菜我的转变不大 我只是油 油没有下的那么多 对 要不然一般正常的客家小菜 它底下都 很湿 非常非常的湿 你也不太敢去夹了 对 所以在厨师的要求部分 我说小草不要下的太油 对 我曾经到安徽的非洲 非商的 就安徽吉西县就胡适的故乡 我去当然是因为胡适一瓶锅嘛 他们就当地人做的那个一瓶锅 很好吃啊 但是可能是农业地带 又咸又油 这是吃的负担很大 所以真的是完全 如果能把像一瓶锅啦 或把传统客家 免食转型的话 大家乐于去 所以各位的足科嘛 来 曹光你要补充嘛 是啊 所以胡大哥你没有发现 我们年轻人的味蕾 其实小吴刚刚已经点题了 点出一件事情 不要这么油 不要这么闲 其实不满你说 我们客家部也做了这个客家便当 为什么呢 这个原油是哪里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小英总统啊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到吴卓柳故居 可能我们在客家庄的时候用餐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 在做这些政治工作很累 但是我们到每一个村庄 或者是每一个地方的时候 有这个美食吃 我们是最高兴的事情 那到客家的村落 当然是吃客家菜 然后我们就有感而发说 客家菜真的非常好吃 可是吃的真的是有一点负担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客家便当 可以让我们 可能宴请我们的外宾 或者是有一些客人 在中午的时候可以使用 或者不管是在总统府 或者是在党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餐食 可以提供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客家便当 那客家便当里面的意涵 里面有四大主轴 第一个主轴呢 是青春客家 它是用青春的思考 去想这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有梦幻主厨 第三个就是技职学员 第四个还有新创的文艺 在里面菜色 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做两个便当来做PK 一个是西式的客家便当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当客家小巢 擦撞到意大利面 会变成什么样 然后这个哈姆克蛋 跟这个欧姆蛋 做结合变成什么 然后福乳烧 跟这个美乃滋 跟苦瓜做结合 融变出Fusion 变成了西式的客家便当 那他是一个五星级的主厨 他希望做一个 一件什么事情 他希望把五星级的料理 华丽转生之后的宴会 他是客家人 他要双手 主厨要奉上一个 国民的客家便当 百元的食材 他做一个西式的 一百元的食材 可以做出这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两个在PK 第二个是台式的便当 他是一个国际主厨 他常常在国际的场合里面 去不管是做国宴 或者是做表演 每每总是最吸引 国外的朋友的味蕾 却不是什么西式的料理 却是最在地的料理 不管是原住民的料理 还是客家的料理 他非常的压抑 所以这一次呢 他的台式客家便当 他就用非常非常道地的素材 像是这个鱼卷 像是一口的菜包 我们知道顶太风十八折 但是我们客家的小笼包是什么 就是这个一口菜包 里面包的是柿子 吃起来非常爽口 那个饼皮 我们真的 真的可以发展出一个 客家顶太风 然后这个台式的便当里面的意涵 就是月在地 就越可 越国际 所以这两个便当 他透露出了这样的讯息 就让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的振奋 因为他可以让很多 西方的朋友 也可以让很多年轻的朋友 接受客家文化 那客家文化 本来就是要传承给年轻人 本来就是要让其他的族群 可以理解 甚至喜欢 最后是爱上 我昨天访问台湾的歌剧家 曾道雄教授 他即将在台中歌剧院指导 沙斯比亚原剧的马克牌歌剧 原作者 沙斯比亚做这个马克牌的时候 35岁 威尔蒂 意大利歌剧家 做这个歌剧的时候 35、6岁 就跟各位年纪差不多 阳明世界 威尔蒂 他一生不断地淬炼 他最好的歌剧都80岁左右 我在今天每日艺术会 特别介绍彼得杜拉克 这个彼得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他年轻的时候 在维也纳歌剧院 听到威尔蒂一个歌剧 80几岁 他就知道说 能从年轻开始要活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我用这个故事来说明 客家菜一样 客家文化远远流长 但是我们透过今天 曹光兄介绍 他们三位 其实都已经新观念进来了 把传统的客家观念 再转型成功了 我希望除了政府 跟企业的奖励以外 你本身客家人怎么做 来转型 其实刚刚建志兄 提的都是狠心的观念 我闻所未闻 比如说我提供一个 舞台场景 你们来进行 以物教育 以物依物 然后我把各地的 已经被舍弃的食材 拿来煮 请大家吃 当然很多人会说 这有探机吗 你没得到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问题 问建志兄 你没探机 你是为什么做这种什么 还是提供舞台 还是 你总要一个目的是什么 来 分享好吗 好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们初衷就是想要推广客家人 这种敬天习物 然后互相互利的这种精神 所以其实从 其实在除了免费商店 跟共食厨房以外 我们还有做搭便车的推广 那因为台三线上 不管是额美还是台三线上 就像美国的公路这样子 对 就这样 真的可以做到吗 对 我们现在在推广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想要透过搭便车 然后串联台三线的交通 因为台三线是一个车子很多 可是大众运输却很少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地的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他们要去购物或是看医生 都非常的麻烦 对 那我们就是在 用Google表单 做了一个 就是便车申请 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资料 跟车子填上去 我们就会寄一个贴纸给你 你就可以把这贴纸 贴在你的车上 那看到这个贴纸的便车客 就会比较安心 那我们现在 这个很有商业 开始做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有50几台车 所以是一个小型车 对 我为什么这样讲 当我1970年代末 到美国的时候 你开车高速公路 旁边就有一个 样子像嬉皮的 就背着吉他那边搭便车 你会让他上车 后来等到我十几二十年 离开美国的时候 没有人敢搭便车 因为你上去 不知道是司机还是搭便车 是抢毁的 这个美国已经 已经几乎没有了 所以在台湾自然非常好 这个搭便车 这个是非常好的诉求 这个是我 我倒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如果浪漫的台三线 为什么我台三线 因为 我当预备军官的时候 我就土城运输学校 我们演习 就是从土城往南 因为当初的台三线 清朝是为了原住民 跟汉人的交界的线 但到日本时代就作为一个战略的一个审道以外 就是那只中冠线以外一个第二的中冠公路 就是战备用的 所以我的观念一直认为战备道路 战略道路 但是你们把它变当曼台三线 这是反好的 当然我不会问到说 问说问曹王兄是哪三条线 这三条线在这里 我觉得非常难得 今天我还是强调说 你在访谈不同的人的时候 外省子弟口才非常好 如果让人没问题 我注意到客家仔细 毕竟是害羞含蓄 其实他 麻烦是要说出来 结果我可以理解 即使如此 我还是利用最后机会 你们看他们都非常成功 而且在创当以后回到故乡 而且我非常赶勉他们的机会 我要强调我们的客家认同 这identity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 我希望对你们同年龄的 20岁到35岁这些同侪 这些伙伴们 给他们鼓舞说 回乡创业是商机无限的 莎士比亚人做到 威尔地人做到 你们也可以做到35岁 来请分享 做结论 是我想 竹林大哥今天邀请我们来 应该会有很深的感触 会觉得很讶异之外 会觉得说 原来台湾 原来客家是这么充满创意力的 对不对 而且刚刚你也点题了 就说客家正在转变当中 就像是我们这次主视觉里面 有说一件事情叫做 哈嘎因 哈嘎因 是不是这样啊 因 哈嘎因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客家进行事之外 他现在在讲一件事情叫转变 我们可以看主视觉 正经大哥你觉得这是黄昏还是清晨 它就是一个天色的转变 一日之美 就是在清晨 在黄昏 在转变的时候 客家之美也是一样 它在转变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三位来宾 就为客家青年 为返乡的 不管是二代 或者是全新的返乡 做了最棒的一个注解 他们诉说了什么 如果我们的政策 能够正确的投递到 这些青年青二代上面 它会发光发热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而且我想现在我们也在做 不管是桃园的情创指挥部 或者是育城中心 但是这个政策 要怎么样实际的再去落实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浪漫台三线也不止会是 硬体的设备的那一条线 它可能会是一个品牌 也是一个通路 所以在未来我们会看到 外国人回到他们自己家乡之后 在国际机场 带了一瓶吉江 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台湾的味道 这是客家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周光兄因为过零期间 我还是继续做算题 是 能不能 请你也来 过年我要展现客家 做两小时客家文化团体 谢谢 也展现你那个客家摇滚 你是做摇滚的吗 我做书型摇滚 书型摇滚 书型 你刚刚提到那个融合 是是是 这个融合没有 就融合爵士业 爵士业是这样 不是有一个融合爵士业的道理 我们来 我等那个春姐姐好好来 让你把 用两小时来分享 是 过年期间 我希望年轻人 你到日本旅游 如果你到北海道的话 我建议你 就直接到杂访的北海道大学 你进北海道大学 就问说 有一个William Clark 威廉克拉克 他是北海道大学前生 叫杂访龙校的创办 一个美国参教师 他在那边 设杂访龙校以后 离开的时候 他学生能山能海 送他到火车站 然后他上火车前 转头 讲一句话 Boys be ambitious 年轻人要有企图心 这一句话 只是一句话 上火车一句话 深刻的影响 明智为心 这所有年轻人 Boys be ambitious 这是明智为心 一句最经典的话 所以 你去 到北海道大学 跟William Clark的雕像拍一拍 保证好运你回来 三位 各做一分钟的论述 鼓舞你们同侪 什么 Boys be ambitious 要有企图心 来 请 开勇 我分享一个大山北岳 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在地我们很多小农 他们有一个 在苦瓜的季节 有产了非常多苦瓜 有机的苦瓜 其实卖相就比较差一点 他们卖得很不好 所以当初我们就把 所有的苦瓜 把它给带回来 既然这是在地文化 在地的作物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 重新转化 发现大家人都不吃苦 但大家爱吃糖 爱吃甜点 所以我们就把苦瓜 做成糖 变成苦瓜糖 我们取名叫做苦尽甘来 也叫做同甘共苦 我们要跟这些 在地的小农 一起同甘共苦 一起透过苦瓜糖 苦尽甘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 文化创意的一个 转译的过程 我们从一个在地的作物 比较 卖相比较不好 比较没有特色 我们透过一个 创意的方法 透过一个年轻人的品牌 创意的价值 让他把它变成一个 新型的一个产品 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真是有道理 有没有记得1960年代 台湾中小企业 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到非洲要卖鞋子 第一个回来说 不用去卖 因为非洲人不穿鞋子 另外一个说 没有鞋子穿 我们要去卖 就你的准备 你把苦瓜变苦瓜糖 一苦失甜 或苦尽甘来 来 逸臣 是 目前那个客委会 也在强力的 推广我们客家餐厅 那在结合我们 县市政府的辅导 我觉得这对我们客家餐厅 是一个很好的 转捩点与机会 那相信能够 将我们客家美食 推广到台湾各个地方 让更多人都享用 享用到客家美食 那也希望如果有 有志的客家子弟 也一起想要为 客家美食这一块服务的 欢迎你们来参加 好 静志 那我就分享一下 我心路历程好了 那其实一开始 做免费商店的时候 不管是家人或居民 他们都其实不看好这件事情 想说 这件事情没有赚钱 那你到底要干嘛 对 那实际在做了 run了几个月之后 慢慢开始有些成效 然后开始也有很多人 是为了 看这种生活方式 这个理念而前来到 这个小村庄 那所以为了 帮这个小村庄 带来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那同时也间接就是 提升在地的产值 所以后来居民 他们开始就认同这件事情 然后也逐渐就是会 参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不管对社会或是经济 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最早提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就是美国石油大餐 叫洛克菲勒 后来一位芝加哥大海教授 就是诺贝尔金融学奖得主 汤姆斯弗莱曼 托马斯弗里曼 他提出 这是那种观念 其实透过这三位 事实上如果提供免费平台 把人气吸引来 透过共享经济 透过社会企业 事实上能打造政府企业民间 我们期许政府 着力要做了 企业一起来参与加薪 同时民间 发挥创意 今天这四位 虽然是来自客家庄 非常素服的地方 但他的成功的故事 应该在台湾每个县市 都可以适用 感谢曹邦兄 我们过年期间 再邀请你更优秀的客家子弟 来分享你们的文化跟认同 感谢四位 谢谢 谢谢